你尽快把您的餐厅给关了 然后把它给卖了 我之所以自己开餐厅 就是想自己创业 成不成的我自己负责任 所以说餐厅我肯定不卖 分店我一定要开 您要非卖的话呢 也行 您把您的钢铁厂卖了 然后我热烈欢迎您入股我们餐厅 就你那个破餐厅谁要啊 还入股 您可别小看我 这小破餐厅我告诉你 你说不定几年之后 那就撑全去得了呢 你想吧你 我想 我想 手机想 我们店里到了一些新款 你要不要来看看 行啊 我有空就过去啊 有样本 你可以先看看 挺漂亮啊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又是哪家姑娘那么有福气 让我儿子看上了 妈 你说什么呢 哪跟哪啊 服装店的售后服务 你 你就乱勾搭呗你 我勾搭什么了我就勾搭 那没什么事我我我出去一趟 坐到 坐好我话还没说完 行 我歇着公厅 那个刘叔那女儿你还记得吗 刘莱莱 还记得 小鸟一人脾气巨大 这国外念书啊 马上毕业了 最近就要回来了 这我看你在外面交的这些女孩 一个比一个野啊 你再这么交下去 你的心也野了 你 你到底还想不想结婚 再野的也野不过刘磊来 我不管那么多啊 这个 你现在把外面那些女孩 统统都给我断了 等刘磊回来之后呢 你就跟她好好相处 我相信你们都是从国外回来 一定谈得到一块 要是将来能够结婚呢 咱家和刘家的家底 这么加起来 我就不用为你们操心了 这听着是挺诱人的 这雷雷吧 那长得也还行 但说心里话 我对您这种商业联姻 实在是不感兴趣 抱歉 您 您讲完了吗 我讲完 我走了 妈 饭不出了啊 吃完饭得走啊 吃完饭得走啊 不行 我得出去爷爷 没听爸说嘛 再不爷过两年就爷不了了 混蛋 谢谢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想看看 我之前拍那套照片 你什么新作呀 射手 怎么了 没事啊 嗯 没事啊 哎 你们那儿那女的 叫 叫什么玲玲来的 崔玲玲 哎 她是不是跟你们那摄影师有一台 没有的事你别瞎说 这不是以人为本吗 哎 没什么 我是说这世界可真小啊 欧阳 你 哎 你这照片 谁让你给他看的 拿着 作为一个时尚界的新人 我是不是得对自己的形象负责任呢 要照你这么拍 这不是断我后路吗 你这是自寻死路 你当初求我拍照片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说了 哎 你拍就拍吧 你倒是把我这么好的一个模特 你拍完美了呀 你作为一个项目监制 你有点审美好不好 再说那场景 用不那么简陋 这是场景的问题吗 主要是人 人怎么了 向游先生你没听说过啊 人长得阴险 他拍得不会好看 欧阳 拿着电脑来我办公室 哦 走 整个一女魔头子不是 齐小姐 你们郑总可真有艳福啊 你和崔玲玲这两个项目监制 一个比一个漂亮 什么时候齐小姐来我们公司啊 我给你现在双倍的公司 那我先谢谢你了 先干为情 没事吧 没事 对了 崔玲玲 问您新拍的那套婚纱照 我看到了 怎么样 我觉得您会失望我 为什么呢 你还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他租了一个巨大的场地 花了不少钱 可是一个亲友都没有 您不觉得照片看起来很冷清吗 是有点儿 这是我为您全新设计的一套观察照 场面不大 但是很温馨 最重要的是很符合您的理念 相比它那些空洞的场面 是不是亲切拉近距离更重要 是啊 距离很重要 那我就当作您采纳我这一套吧 但是您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照片是我给您的 没问题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公司两个项目监制 为什么非要逗得这么厉害啊 因为 副总只能有一个 未来的郑总夫人 也只能有一个 这就是你们拍的照片 人客户怎么说的 要亲切 要亲切 你们好 找俩模特随便找个地儿就给我拍了 氛围呢 氛围哪儿去了 这么冷清你结个屁婚啊 我跟客户说过我的拍摄方案 他是认可的 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 我不管啊 我就要结果 现在的结果是客户 对你们拍的照片不满意 还好人家通行达理 人家自己找人又拍了一套 还是答应在我们杂志做广告 亏了人 人家齐纳了 跟客户好说歹说 要不我不但挣不着这个钱 我还得往里赔钱 郑总 您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你是项目负责人 这个事就是你来负责 郑总 拍摄的时候我也在场 这项目虽然不是我的 但是我没有及时提醒他 我也有责任 你甭帮他说好话 规定就是谁的项目谁负责 不是 郑总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 咱们杂志社谁是主缘 我 怎么了 那就对了呀 那 那这么多项目 应该报得您这审核的呀 对吧 那这 玲玲这项目 前前后后的事 您应该比谁都清楚 那 那玲玲这 这个方案 那您应该是 没好好把关吧 都让我一个人做 那要这些项目监制干什么 我一个人管得了那么多事吗 那您不管谁管 您 您作为老板您不把关 出了问题全推给下属 您 您这有点推卸责任啊 我才反应过来啊 这里有你什么事啊 你有什么权利发言啊 不是 不是 是这样啊 那个 郑总 您不是答应我 跟咱们杂志社长期合作吗 我作为咱们杂志社的议员啊 我一家人也不说两家话 我这也是为咱们杂志社好 我当初说的是 如果你做好了 才把你留下来 如果 明白吗 现在没如果了 您给我出去 是 那我 我总可以 那个 不是 您这有点太不民主 出去 行行 我 我总可以 郑总 早晚有一天您能明白啊 谁是替您做事的 谁是坏您事的 说什么呢 王长阳 你别在这儿影视欧阳啊 我 我怎么了 没你事 欧阳 怎么回事 正经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什么都不清楚 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 我让你出去 英语 懂不懂 出去 这个人以后永远不许再用 村练练 您也是啊 你得好好反省反省啦 从大家开始你降半戈 以后就先给秦大当一段助手 潘练 老敢 cry 我不习惯本别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那怎么都是过一辈子 笑着面对呗 不好意思啊 说什么呢 见外了啊 说点事 我们不是好姐妹吗 没错 好姐妹 一辈子 我就从这儿走了 以后就彻底没人帮你了 我想跟你说 以后你遇着事想一想 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大姑娘 你随随便便装装可怜 乌泱泱泱一堆的男人过来帮你 干吗还什么事都被你自己扛 行了 行了 这是拍片的钱 你开什么玩笑啊 拿着 我说好姐妹不提钱啊 一码归一码 拿着 下回再拍什么片 我让欧阳找你 王朗 除非是拍你 你别的活我一般不接了 谢了啊 这边的活的合选 你也不能这样 就你给你自己扛心 这个好看 那我对你 应该说 啊 你阿杰 那我们俩走着走着 兴许未来有一天 走了一圈 我们俩就见面了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他啊 没办法呀 一见钟情 知道吗 他穿上婚纱那个样子 哥们儿当时就被秒杀了 那你不是 还是看他自色吗 你都不懂 喂 郑总 你给齐娜和我订两张 明天飞香港的机票 这好像应该是 助理做的事情吧 她睡觉了 你现在不是齐娜助手吗 你就辛苦一下 对了 那个什么 顺便给她买些吃的 飞机上午餐的食不惯 你又有什么事啊 林亮 你得帮帮我 什么事儿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把以前使在男人的招 全部都使在他身上了 可是一点用都不管 以前吧 我跟他聊天他还理我 后来我给他发性感照片 他就不回我了 这照片发得也挺好的呀 也不知道哪儿出错了 小姐 您那是用力过猛了 我才 我以前比这用力还猛好吧 哎呀 玲玲 你帮帮我吧 我这次一定得把他拿下 绝对不能错过 你就应该收着点 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不能让他得到你 一旦他得逞 你就开始贬值 反正我跟你说啊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冲动 不能让他占着便宜 说得容易 冲动起来 哪儿那么容易克制啊 你要是控制不住 后果不堪设想 你别到时候人家把你甩了 哭哭啼啼来找我啊 行吧行吧 先这样吧 我挂了啊 喂 郑总 您还没把您跟琪娜的身份证 号码告诉我呢 哎 好嘞 喂 爸 这点还没睡呢 哎呀 这 我 坏了 怎么了 我爸有了 哎呗 我还正好没见过叔叔呢 我爸那坏脾气 那那那就你这张嘴 只不得哪句话说错了 就换来一皮胎肉绽 我对付老年人 专门有一套 您又放心吧 叔叔干什么的呀 我没跟你说话 我没问过你啊 想当年 我们家那可是三代都是裁缝 我爷爷的师傅 那在大清朝给八王千岁做过朝服 我爸得了我爷爷的真传 那在我们老家服装厂 那也是头把脚椅 祖传三代 你别告诉我 你也是才王 我还没跟你说过 哥们儿穿针引线 那也是一把好手 东风不败啊 行行行 行行 我没练过那个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 我心甘情愿 我就做一才方吗 我从小就喜欢拍照片 所以我决定 从我这一代起 要改良我们家的专业 大师啊 我觉得咱还是先把屋里石头石头 省得老爷子来了 找你开骂 对对对 那那你去吧 怎么就我去啊 那是你吧 那你是不是住这屋 我去我这辈子栽在你手里了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下电话 好可惜 哎 彩儿啊 那什么 照片我都看了 那你喜欢吗 我说的是衣服 你喜欢吗 说心里话 新款比老款强多了 那你可以过来试试新款呀 会地 那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我女朋友穿了老款之后 越看越难看 非常地生气 现在闹着跟我分手 你说这些服装都是 是你推荐给我的 现在问题出在这儿了 那这人情 你该怎么还我呀 你女朋友 就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个 对呀 她要跟你分手吗 是啊 那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此话怎讲 她觉得衣服不适合 那不是衣服的问题 如果换衣服是我穿 那效果肯定不适合 你看我收到哪儿去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女朋友 连合适的衣服都不好找的话 那还不如换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是吧 那必须的 但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那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 就今天晚上 你把你所有房子都叫上 好吧 我隆重地感谢感谢你 这么隆重啊 那看来我必须得大吃你一顿 要不然多不给你面子呀 好 我下来班直接过去 恭候 光临 姐妹们 集结号吹响 今天晚上八点老地方见 所有人必须到场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我的白马王子 怎么样 太漂亮了 我跟你讲啊 这个地方是咱们市区 比较贵的餐货 高消费的地儿 那不浪费吧 咱们换个地方 别别别别 别别别 你听我说 这公司能报销 咱们回头开个发票就行 这 这是我们公司定点食堂 我们老跟这儿吃 来 董事长 来来来 欢迎光临 给 给 找个地儿 先生这边请 小 我去啊 你们仨够齐的 你这被白马王子藏哪儿了呀 王子 当然要隆重登场了 这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还有可能啊 是唐僧 唐僧在取经的路上吧 唐僧肉不错啊 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当然 咱们把它给吃了 你不会真那么挫乱 老板的唐僧可帅了 正好配这个白骨精 随便你们怎么说 一会儿啊 给你们个惊喜 来 吃菜单 好 爸 这桌布也太刺了 咱 咱不看这个 您看看菜单 这一看就是机器秀的 您看看菜谱 想吃什么点什么 今儿我请客 你先看着啊 我 我先去上给洗手间 你去吧 你别管我 先生 洗手间在楼上 老地儿是吧 我常来忘了忘了 我去 这老玩 贝贝贝 你来 来 来 我有点 怎么都在呢 彩儿 你说的不会就是这位吧 是我 什么事 你也喜欢来这儿吃饭了 这 这地儿我常来 我外面有一帖 幸亏我今儿定了一 最大的包件啊 你这局谁都碰得见 你又想说人身何处不相逢 是吧 这是唐僧 我当出发界也行 什么情况你们都认识呀 她是我们上期 婚纱大片的模特儿啊 那照片是我拍的 来 那个 几位美女能够光临小店 来 这杯酒呢 我先赶为敬 跟她一起吧 对 走一个 来 走一个 等 等 等 你 你 这破餐馆是你开的 对 稍微有点破 几位美女啊 既然来了 尝尝菜品 然后呢 多提宝贵意见 菜不错 特好 好吃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装修也不错 是不是你这里排风不太好 做时间长了 我觉得有一点闷 我是觉得吧 这屋子里香水味太浓了 你是不是经常拿这个屋子 招待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呢 我怎么觉得不是香水味 是醋味呢 还是崔总监的鼻子铃啊 那 那您 您再多提几条 没意见 没什么意见 那可是最大的意见啊 我上次照那套照片 什么时候登杂志啊 我爸妈还等着 提前看结婚照呢 你要照片 那找我要啊 我那儿有 不是要照片 我杂志 这性质不一样 就要照片吗 我给你不就行了 不是 崔总 这能不能看 看得到啊 照片是看不着了 为什么 项目未毙了 杂志不让登 那这事咱们得聊聊了 是吧 那个 合着我上次就白去了是吗 照相还得 这那的 还得抱着个人 活人来回摆姿势 最后 照片也登不了杂志 那到这地步呢 那 那这顿饭是不是得你请啊 行 这顿我请 算给简总赔礼道歉 令令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啊 没事 不就一顿饭吗 早知道你请的 我点点便宜的 怎么办呢 七十五 九十 一碗 你们这菜也太贵了 这一块钱的是什么呀 这是米饭 先来碗米饭吧 还有吗 不够 我再要啊 快点吧 快点 好的 请稍等 大家别不说话呀 来 来 喝一杯 来 别唠张罗了 人崔总挣钱也不容易 给人省点 千万别 敞开了喝 行啊 聊聊再拿一天 你们俩还真交上劲了啊 哪能呢 我跟崔总那儿碰见知己了 想多聊聊是吧 你不是想问我 对餐厅的意见吗 我稀儿肯听 我觉得你这个餐厅 应该改个名字 叫土吊渣 你这里的装修 像八十年代的夜走会 服务员穿得像二人传演员 这菜谱包装得像小学课本 再说说这菜吧 我觉得这盘虾 你虾线都没挑掉 凭什么要那么贵啊 还有那一盘 一盘青菜里放了半盘的油 看着都恶心 你们家的原材料 是厂家白送的 还是用的地沟油啊 如果你不懂得 合算成本愿意赔钱呢 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不懂健康饮食 或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这个责任简总 您赔不起 这惯好说的 这不亚于专业水平啊 而且崔总呢 你提这意见太中肯了 这不是每个顾客 都能这么提意见的 我 我这说 说心里话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来 这杯酒我得敬你 来来来 来来 等会儿 我 我替他喝 我凭什么跟你喝呀 你凭什么跟他喝呀 人家会灌口 我会喝酒 来来来 我敬你 不敢了吗 不就是一杯酒吗 走着 陪你 来 我敬你三个 嗯 服 服务员 来来来来 先生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问你啊 咱不这个地方 白开水要钱吗 我们这里开水是免费的 太好了 来一杯白开水啊 好的 请稍等 顺便啊 我这半碗米饭给打包了 我们这里打包盒是一块钱一个 那不用 麻烦你了 好的 白开水 快点啊 崔总啊 崔总监 我跟你说 崔总监 我 你啊 赶紧离开杂事社 你 你去取团 我跟你说 立马你火 你 你知道我真亏了你 来 找一个 哎 喝醉了离我远点 我喝再多 你今儿晚上也没跟我干一个是吧 咱俩得单喝一碗 单碰碰 你喝什么呀 今天是为了感谢彩儿 你跟她喝去 对 来 喝 来 大家一起咱走 走 走着 别喝 喝过这儿 咱喝得得吐了 不能 零零零请的酒 我哪舍得吐 对 对 不能吐 好 服务员 买单 你还真买单啊 我说了我买就我买 怎么了 服务员 给我打包 能打包的都打包 彩儿 要你说的人是她 那你眼睛得擦亮了 这个唐僧肉 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走吧 你这东西干什么呀 我还死了 下面我给你弄了 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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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干吗 我干吗 我是她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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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这么多 慢点啊 等说你酒量也太扭了呀 师傅 我还没放该喝呢 要不抬屋啊 不是 放沙发上先歇会儿 行 行 别别别动 别动 我呀跟她喝三杯 你还喝呢 快给她喝点水吧 累死我 要我 小王八高子 干备着我结婚 叶磊 挑鸭 起来 求他 我弄死你 我 我 我 你 请请请请 你看 你看 怎么回事 怎么了 今天晚上 我在饭店好像看见他了 有 他 有 他 你怎么把他叫过来跟我见一面呢 爸 咱 咱们别闹了啊 他不是我什么人 我就不喜欢他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他 你跟他结什么婚呢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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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躲 你再冷静点 你先听我说 我听你说个 对不住啊 亲爱的 实在抱歉 今天没打算王丹和我们在一起 是偶然遇见的 也没想到他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看你喝了那么多的酒 我也很心疼 一定很难受吧 明天早上起来要多喝点水 没什么事情就在家休息一天 不要出门了 我睡了 晚安 玲玲 你 你听不听啊 听啊 那怎么样啊 把那个亲爱的心疼的什么去掉就行了 那不太一般了 怎么突出我们俩特殊关系啊 你们俩关系已经够特殊的了 我怎么不给他发信息啊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在男人面前 低三下四地显示你的母性啊 你越这样他越看不起你 女人不狠地位不稳你知道 还有啊 对简佳明这样的男人 你就让他觉得有距离高高在上 高不可判 他反倒越挫越勇 总之一句话 不惯着 这是我认识崔玲玲吗 唱歌一情感专家呀 你今天用的 是不是就越挫越勇这招啊 我才没你那么贱呢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既不喜欢简佳明 也不喜欢王朝阳 但相比之下呢 这王朝阳还稍微可爱一点 那姑娘叫什么呀 多大岁数是哪儿的人呢 她是本地人 叫崔玲玲 她多大多大岁数 我 我没问 你 你知道多大岁数 我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 这 不知道 还给我打岔 你是不是觉得她岁数比你大 你不好意思说呀 这 这 这 大叔 依我看 那崔玲玲肯定没有朝阳大 那她父母还健在啊 有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啊 爸 她就没这个事嘛 我 我 我这么跟您说吧 这 她那天她是一个广告 我 我我是去照相摄影 嗯 她 她是一个小孩 她那把这婚结了 她那弄来弄去 那实际上她 她 变 你接着变 那最后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 不最后还是结婚了吗 她 她不是 爸 爸 我见您 我紧张 我 我这样 我重新捋一遍 那实际上是个广告 那本来吧 停 你闭嘴 你回屋里家 去 不是 我 我 你快 行行行 大海 拜托了 去去去去 去去去 叔 大海呀 快快坐 快坐呀 你 你快跟我说说 自打这俩人出现在 我的生命里面以后 挥之不去的 他那话怎么说来着 人生无处不相逢 想想我都觉得可怕 当然 我主要说的是这王朝阳 跟那姓姐呢 基本上没什么接触 接触也不怕 落在你手里 也是水水不流外人田 作为姐妹呢 我也不会嫉妒你 最多就变成影子 天天跟着你身边 阴魂不散 时时搞不坏 珠珠八强角 直到有一天趁你不飞时 偷偷把她给睡了 我说你都已经住在我这儿了 能不能别拿那姓姐的 恶心我呀 你怎么那么贪言她呀 她可是你未来的妹夫啊 对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拍照片认识的呗 我跟你说 这姓姐的这款 是我最不待见的公子哥 人家不是公子哥 人家是成功人士 什么成功人士 不就有几个臭钱 把你们这帮女的 迷得神魂颠倒的 她好在那儿孤方自赏吗 你说得没错啊 但我就是喜欢 灵灵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学历 没背景 好在老天爷带我不薄 给我点本钱 我要是不嫁给成功人士 那成功就离我遥不可及了 对于我这种女人来说吧 结婚就是事业 我讨厌你吓死我了 你 你吓死我了 你 你这贴的什么呀 我呀 得保养一下 你现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天呐 好漂亮 十五块钱地摊上买的 估计是假的 傻德行 我看的又不是钱 你有这份心意 我就高兴了 有 你 你不是想找 初恋时候的感觉吗 你 你戴上 有没有感觉 有 你 你不是想找 有 别灌灯 你 你 关上 我想看见你们 不 不 不习惯 别灌灯 这样 站着没签掉吗 行 开着 来 我来帮你 小兰 小兰 快 出去看看 快快快 小兰 你出来 什么事啊 那个灯啊 不能开来关去的 那灯泡要缓坏的 妈 您不能 您不睡觉 你盯着我们 屋的灯干吗呀 我出来倒水 正好看见的 你说这话 好像是我多管闲事 是吗 我就不能管管你们了 这过日子 不管什么东西 都得金贵着点 这三天两头 你更换新的 那得多浪费钱哪 妈 这不是钱的问题 您不能 我不能什么 你说呀 我不能什么 您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呀 我影响你们生活了 我多余了是吧 你这话是赶我走啊 我养个儿子 老了老了 还要被你们赶出去 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它姓邓 不姓你李 妈 那个 刚才屋里 确实是灯泡坏了 我们正在修理呢 小兰 那她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郭强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媳妇啊 你得给我管住了 要知道咱们这个家 她姓神嘛 哎 好了 妈啊 你快呼呼睡觉去 我 我马上 给您打洗脚水去 哎呀 你呀 说你什么好呢 哎呀 生 生气了 老年人都这样 愿意跟着瞎操心 别往心里去 我想搬住去住 别闹了 咱们俩这更有点感觉 哎 你觉得这样下去 咱俩能有感觉吗 别着急啊 这 再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你这怎么卖啊 一百五一斤 太贵了 老爷子 您要图便宜 您那边看看 那边有萝卜 你怎么说话呢 不是我怎么说话 我卖这一点都不贵 哎 你 你 你这个东西 在河边 一下午 就能抓一只 你放到这儿就一百五了 您要是能抓到这么大的 您全都给我送来 我收成吗 去去去 我哪有工具给你抓这个 一百五一斤 便宜点 我看您也乘一斤 一只给您便宜十块钱 跟没便宜一样 乘一只 得嘞 您看三斤一两高高的 我算您三斤 就当我给您便宜了 四百五 好 来半只 半只 半只 半只卖不了 这是活物 没能卖过 怎么不能卖啊 你刚才说卖萝卜 人家萝卜还可以卖半只 这甲鱼呢 萝卜那是死的 这甲鱼是活的 你买走半只 这半只我卖谁家 喂 你这有什么不能卖的 大鱼 大鱼 您别闹 您别闹 越咬越紧 大鱼您别闹 小伙子 别哭嗓那个脸 这甲鱼啊 我不白拿你的 来 下二百块钱 你拿着 老爷子 你真豁出去了 为了便宜二百块钱 你拿手指喂甲鱼 怎么说话呢 你喂个试试 这手指都能不疼吗 我对你餐厅的菜 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以后可以不用邀请我了 不是 你稍等 稍等啊 一杯 请 顾客就是上帝 我对你昨天提的意见 非常地重视 但说心里话 我是一条都记不起来了 这样 上帝 麻烦你重复一遍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把我所有的员工 都召集起来了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改 你告诉我 哪个意见你喜欢 我改 你就对我这么大意见啊 是 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 没什么事了吧 就这么着 渊渊相报 好合适了啊 我跟你无冤无仇 既然无冤无仇 那今天晚上 就一起吃顿便饭吧 别 你还是约彩儿吧 我约她合适吗 合适 我们都觉得你们俩特合适 没什么事了吧 就这样 拜拜 喂 喂 欧阳 怎么了 以后能不能别把我电话 给那些不散不似的人 我是觉得她对你有意思 人又长得帅 又有钱又喜欢 你干嘛不要啊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啊 第一 这个男人我不喜欢 第二 这是周大小姐的菜 我吃了是会坏肚子的 我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来没确定关系 再说了 这简佳明明显是一直 在跟你搭话呀 你见过哪个男的 跟女孩搭话 能把女孩气死的 你别在这下点鸳鸯谱 行不行啊 我没有下点鸳鸯谱 我是觉得吧 这该是谁的 她就是谁的 你不能说她想要的 别人就不能碰吧 我跟你说 这事你可不能让 这跟口温堂似的 你让嘴里边嚼了 她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边 拿出来再嚼吧 我怎么发现你这理论 越来越像周彩儿了呢 习惯了 你读工读吧